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忧草 语物忘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知道尊长一定有事 幸好来得及 每次碰到这个老头都没好事 没有羊肉吃弄点蘑菇给老婆吃也不错 这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吃 也太好看了 一起拿回家吧 太可恶了 他宁愿死也不让我吃 老头 你就做个烤全羊吧 我的口袋呢 我的口袋呢 村长 你差点连命都丢了 还念叨个什么 我的口袋呀 你们真的没看见吗 这是传说中的忘忧草千年难得一遇啊 怎么就没了呢 村长 养好身体在找吗 反正不见了 你哭有什么用啊 你已经被灰太郎给吃了 这棵草怎么这么久了还那么鲜嫩呢 啊 对了 拿它来半叠 老婆心情一定很好 你是吃素的我可不是 你这几个发霉蘑菇定什么用啊 羊呢 老婆 羊总会有的 但是先吃点蘑菇吧 下次抓到了羊再做个小羊烤蘑菇 好不好啊 老婆 算了 先吃了再和你计较 这个是什么 还挺好看的 为什么你会在我的床上 老婆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的呀 你看上去还倒像个证人君子 啊 对了 这个时候应该吃早餐了 我来做给你吃吧 老婆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你可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呢 该不会你又想出什么新招来整我吧 我可得小心着点 这位先生 请到厨房用餐吧 请坐下 我现丑了 这位先生 你脸上的刀疤看上去很有魅力 是怎么得来的 我这刀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这个补丁好有感觉呀 是不是今年的新潮流啊 我的老婆终于变回当年的梦中情人了 太老了 老婆 我去抓羊了 为什么你会在我的床上 怎么老婆还是这个样子 帅哥 交个朋友好吗 你好吗 小帅哥 我只是个小男生不要选 其实 我也觉得我只是小女生 你搞什么呀 我才是你老公啊 老婆 我和你又不太熟 这样成老公老婆不太好吧 我老婆不认识我了 我还真喜欢我原来的老婆 你要吃就吃我吧 不过不要动我的孩子 谁要吃你了 我还要你来救我呢 不 救我老婆 幸好你没有被烤了 怎么回事啊 我老婆吃了你采的怪蘑菇 生了怪病 她现在认不出我来了 那我那棵忘忧草呢 草 我老婆吃了 人吧 这忘忧草吃了每天会刷新记忆 只记得很早以前的事了 你老婆吃的不多吧 完蛋了 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呀 办法不是没有的 勿忘我花就长在这里 吃了忘忧草的人 再吃这个就可以恢复原样 都怪我 都怪我放火 还不如找一些什么有用的吧 这个种子可以吗 只要用眼泪灌溉 那开出来的花也是可以用的 一起回去试试吧 要是你骗我那你就完蛋了 那你骗我自己捡的 你骗我 延半没有的 没有的 我我的先给我满费 你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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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烟熏试试吧 这位慈祥的老先生 好像要为我们的晚餐做点贡献 老婆 这只羊是我抓回来的 我来帮你宰了他吧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再纠缠不清了 可怪你们这群可恶的羊 把我们父亲俩弄成这个样子 快把村长放出来 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好像我们还没逃就被抓了 老婆 不 这位女士 我有大量的羊肉供应 请开开门 既然是你抓的羊羊 我们一起吃吧 这次看我的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胖子厉害啊 我老婆这次有救了 快为红带郎吃这朵紫花 这什么 快不要多问了 快点 好 好 可爱的懒洋洋 你为什么要哭 谁欺负你了 你为什么要哭谁欺负你了 老婆 冤枉 你怎么了 少废话 马上放羊 朋友 自己人 挺像的 也放了他们 红带郎吃了用懒洋洋的眼泪灌干的乌忘我花 对懒洋洋有了感情 所以才会主动帮助我们 你就好了 又多一个朋友了 你们不要吃了我 等一下我们到哪里玩好啊 我想回家睡觉 老婆 你可一定要回来啊